呃我弟啊 自创是我弟的一个频道叫做风哥 大家好我是风哥 昨天我大哥差击有开直播评论老高的事 首先他也觉得改封面跟标题不一定像蓝拳妈妈讲的那样 他被观众说出来是抄袭 可能只是因为点击率不好吸引不了观众才患的 很多youtuber都这样做 100%抄袭这点他也不认同 因为他会日文 他是没有一字一句去对比 只是看了老高影片 再看了日本频道的影片 确实是有些地方一模一样 他个人的感觉是抄袭 加上改个说法的那种洗稿 总共大约670% 其中30%到40%是一字一句的翻译成中文 特别是很多转折点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特别是说到一些转折点切入点 想要从前面某个地方切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呢都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就是数据上的引用一模一样 让他觉得不是很正常 就是连引用出来的顺序跟数量都一模一样 说到昆虫的时候说有100万种 那老高呢也是说100万种 只是100万种呢可以说是很肯定的 没有错 但是呢如果说你自己真的有去搜 比如说我自己啊我去搜 昆虫有多少品种 他这里说是100万种 这一点客观事实啊 所谓的客观事实 老高说的这个没有错的 但是呢他说呢全球估算是这个550万种 已发现超过的是100万种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真的是有查证过 那我会说现在昆虫是100万种 已知的而已哦 实际上的话估计有550万种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但老高在这方面的话呢等于说完全一模一样的去照说 那这一点的话呢很明显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举例怪怪的 因为不能预示老高看过了影片才收集资料 说不定他自己也收了昆虫有100万种 然后写的文案 不能单靠这点来说他抄袭 感觉插击是用到创作者的角度 想自己找资料的时候要怎么规避抄袭 而且其实老高有时候也有这样做 所以我第一集才说他可能把对方的影片当原稿 之后再做插击刚刚讲的动作 但是正常来说那份稿是要自己思考结构 自己再找资料 还不会像现在这样跟别人玩案怎么想 然后超级表示虽然有部分抄袭在洗稿 但绝对不是百分百 他也举例自己的影片被别的频道一致一句翻译 那才叫百分百抄袭 这次事件他也表示不意外 因为以老高的出片时间跟影片长度 而且题材跨领域还挖的那么深 他觉得没有团队的话根本做不到 一个人不可能懂得那么多的嘛 那他有没有实际查证过 就哪怕是他是真的是看了别的影片 或者是看了别的文章 我自己个人呢觉得他应该是做不到的 除非说他有团队了 就我目前所知好像是没有吧 那如果既然是没有的话呢 那你想想看了 你为什么能那么快速的能懂得那么多呢 那很明显就是有抄袭 很明显就是有参考到别人的影片 参考了多少 这个我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去说的太多 我批评他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是他这样子有些地方真的是一字不幻的照读出来 这个的话我都不知道该说是笨呢 还说懒呢 还什么了 但是他觉得这是观众早就知道的事 没有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之前的想法纯粹就是他很厉害 然后他就觉得会变成现在这样 主要是因为老高的回应太差 他认为直接说有操或没操 或者像自说自话的总裁那样不回应还比较好 而大家现在气的应该是他回应里面的偷换概念 他认为铁粉跟黑粉本来就不太受影响 问题是这回应把最大量的中间派粉丝拍醒了 直接导致公安灾难 让老高变成说书界黎克星 他觉得主要是回应导致的 而不是因为抄袭 因为黎克星当时也不承认 而且偷换概念 后来叉戚还被观众发现 他倒战了老高的回应贴文 我不是倒战说他不承认 我倒战的目的是为什么老高你看起来那么睿智 但是做出来的回应 我只针对这个做出来的回应好吗 那么弱智 我真的不懂 你到现在还在继续那边偷换概念 我倒战的是这一点啊 最后他给老高的贴文打30分 怕给他太低的话 500万大军过去他只有60万会撑不住 基本上叉戚的看法可以说是跟我非常像 我第一部片就说过不是百分百超级 所以不影响我的评论 我也说自己经常在灰色地带 所以严厉识者老高只是50步笑百步 叉戚也是这样讲 所以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而是讲哪些地方一样 再交给观众判断 因为他说自己也是到处找资料做影片 所以不好说什么 不过我觉得他有些言论也是蛮大胆的 竟然敢用弱智这种词 而另一方面 在叉戚直播评论后不久 老高把第一次的回应删除了 而第二次回应的贴文也从原本的这样 修改成这样 他表示昆虫那部片对方总共2000多字 自己的有将近7000字 多了4000字 剩下的2000多字也不一样 硬要说有一样的内容 只有讲客观事实的部分 所以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两个影片 哪里100%抄袭 他也说那个攻击他们的频道 从5个月前就开始恶意攻击撑流量 标题里面都是他们的名字 把他们和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无所不用其极 问观众这是什么行为 还好老高有说5个月前 他就不是在说我了 另外讲历史的YouTuber Chip也有发文 说老高比班运工更过分 让别人以为是他的原创 他表示把收集到的资料 用通俗的口语整理出来 这才叫说书 直接搬人家的文案 那是抄袭 然后他觉得老高之前的声明很糟 那大概就是这样 最后补个小彩蛋 他记得昨天打字的时候 跟我一样是用猖截数误法 而港澳最多人学的应该就是猖截跟数城 马来西亚我就不清楚了 那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